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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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北京 天津 上海 遼寧等地醫院爆滿 門診大廳人山人海 住院病床齊缺 11月21號 遼寧一名醫護人員在社交媒體透露 現在的情形和疫情剛剛開放的時候一樣 而且流感 支援體 中共病毒同時流行 連醫護人員也大批感染十分嚇人 他在貼文中說 他所在科室12人 有9人發高燒 醫院的兒科也爆滿 同事的侄子上高三 大白費住院20多天了 還沒好 與此同時 網上流出的大量視頻和照片顯示 北京 天津 上海 南京 武漢等地醫院也都爆滿 兒童發熱患者眾多 不少成年人 老年人也出現發燒症狀 一名北京網友說 各行各業生意慘淡 就醫院異常火爆 一號難求 11月22號 中共黨媒新華社 引述大陸流行病學專家的話說 目前 流感 鼻病毒 呼吸道荷包病毒 肺炎支援體 新冠病毒等同時流行 需要警惕混合感染 北京市衛健委日前也稱 2023年是一個感染大年 病毒可能發生變異 容易特別快地引起肺部感染 也更難治癒 中共迫害法輪功再添血債 又害死一名法輪功學員 據明慧網11月22號報導 內蒙古新安謀突全縣法輪功學員梁立新 今年3月份被非法關進長春市看守所 僅6天就被迫害致死 梁立新原是內蒙古突全縣工商局職工 被中共公安綁架前 在景陵省長春市的女兒家中生活 今年3月 長春市朝陽區桂陵路派出所的4名警察 突然闖進家中將他綁架 並非法抄家 警察聲稱 他們在桂陵路 拍到了三退沾貼照片 懷疑是梁立新貼的 梁立新被綁架後 先被非法關押在九台看守所 之後轉入長春市看守所 但在那裡6天就被迫害致死 由於中共封鎖信息 目前 梁立新在長春市看守所 到底遭遇了怎樣的虐待 外界還不清楚 接下來請您收看時事禁聞 最近 美國共和黨議員正在國會兩院推動立法 希望賦予國會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問責權力 阻止該組織向中共、伊朗、朝鮮等美國的敵對國家提供資金 11月21日 美國共和黨眾議員斯科特·富蘭克林 在眾議院提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問責法案》IMF 該法案計畫賦予國會更多權力 來決定IMF如何分配特別提款權和貸款 根據法案內容 在IMF的美國代表 不能就任何有利於某些國家 或是其他目的的特別提款權分配 配額增加或是政策修改而進行投票 富蘭克林反對把納稅人的錢交給美國的敵人 他指出政府允許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向中共、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等對手國家 轉移數十億美元 這其中大部分資金是由美國提供的 這個法案主要的目的是 把中共、把俄羅斯、把朝鮮這些國家 單獨列出來作為一個打擊目標 拜登政府在這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問題上 要對中共更加強硬 富蘭克林說 這些資金被用在幫助敵對國家 實現政治野心並增加經濟實力 會導致美國處於弱勢 新法案將加強國會監督 防止美國納稅人的錢落入壞人之手 共和黨眾議員格斯比利·拉基斯呼籲 政府對敵對國家的政策不能綏靖 這只會讓這些流氓政權更加囂張 另一位共同提案人西弗吉尼亞州眾議員 亞歷克斯·穆尼也說 俄羅斯、中共和伊朗不應該收到一分錢 現在是國會收回對這些資金權利的時候了 共和黨參議員特德·克魯茲表示 美國的對手國家和這些流氓政權 利用IMF的特別提款權來支持其經濟和儲備 這違背了美國通過制裁追究此類政權的宗旨 損害了美國人的安全 美國早就該對此反擊了 美國的一些民間的反應 甚至是從美國國會的反應等等 似乎是美國對中國的不信任感 還是持續在提升之中 所以我覺得即使中美之間對抗的緊張態勢 就表面上領導人是降溫 但是實際的內容來看 並沒有降溫的一個狀況 共和黨參議員李克斯科特補充說 我們必須向全球恐怖分子的贊助者 和邪格政權發出明確信息 搭便車已經結束 你們的資金被切斷了 但是這些法案本身提出來 這就已經給了個什麼 行政當局敲了緊縱 這樣拜登政府在對華政策方面的話 它就不可能太軟弱 中共對這樣的事情沒法的應對 中共沒有影響人力 這個事情是屬於美國國內的立法 現在美國國會和兩黨之間在對華政策方面有很大的共識 目前他們的共識遠遠大於他們的分歧 專家表示 在美國即將面臨總統大選的時刻 美國兩黨不會再對中共讓步 日前 人權組織保護衛視發表一份調查報告 揭露中共駐各國使領館在全球建立領事志願者機制 與中共統戰部合作 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也參與其中 操控海外團體和打壓異議人士 11月21日 保護衛視發布的中國領事的志願者的報告中指 在過去至少10年間 中共駐外使領館在世界各國建立領事志願者機制 而且沒有申報 報告指 領事志願者活動是透過中共統戰部聯繫的組織 和不同個體運作 而中共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也參與其中 領事志願者機制執行的活動 包括處理和協助領事保護事件 向海外公民傳達一些風險警告 協助更換護照等 但在這個過程中 獲取不同目標對象的個人訊息 藉此破壞或操縱海外團體及脅迫反共人士 公開的用警察合作的方式 以暴力為手段的一種海外維穩計劃 而這個所謂的領事志願者 它是秘密的 是以外交特權為掩護境外的安全機構 記者搜索發現 包括美國、加拿大、法國、英國等 幾乎全球各國都有中共的領事志願者機制 這些人主要承擔兩個功能 一個是為中共的專制統治在海外維穩 方說它可以操縱各種勢力 對海外的反共人士 進行各種各樣的威脅、挑動 不明真相的社會公眾 或者是收買一些同樣陣營裡面的人 挑動群眾、鬥群眾 對海外的反共人士進行污名化 所謂的領事志願者 我認為它實際上就是國內的圍滾方式 對海外的延伸 當然也是一種跨境增壓 也是一種變相的產品往下方式 分析認為中共這種機制 不僅會影響到海外華人 也會影響到外國人 比如說一些外國人可能有生意 跟中共的企業 或者跟中共的某些部門 有經濟上的往來、貿易上的往來 或者這些人可能會到中國去出差或者旅遊 那它都可以借助所謂的領事志願者的方式 公開地對外國人或其他的身份信息 工作、朋友關係、他所做的生意等等 至少都是對他的掩飾的情況 專家認為中共借領事志願者 拉攏海外華人 並妄圖分裂和瓦解民主制度 一般來講成為領事必須要有一個非常規範的程序 有一定的背景、有一定的學業、有一定的訓練 他才能夠成為一個領事 這個領事志願者完全是免除了所有專業方面的要求 他的目的就是要讓海外華人 為中共充當在當地的暗裝和現任 使當地的華人感到恐懼 而且對當地社會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威脅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舉例 比如加拿大約有180萬華人 中共支持的中國人社區組織有幾千個 這都會成為民主國家的一個強大的離心力 座外使領館應該正常地依據國體 進行外交、領事活動 但是事實上這一群人 他會介入到所在國的內政 特別是他們選舉 還有遊說 因為每個國家如果在制定對華政策的時候 他們也可以通過這些所謂的僑團 各種這樣的形形色色的親共組織 去影響這些國家的決策 影響他們的立法 影響他們的政策 這個機構實際上是國際法所不允許的 保護衛士建議各國對中共的領事志願者機制進行審查 同時建議所在國的官員避免參加中共組織的相關活動 以免使其合法化 保護衛士去年也發布報告 曝光中共在50多個國家設置100多個警察局 表面上是幫助當地僑民實際上跨境鎮壓海外的反共人士 孫林轉發抗共視頻遭打死 警方施壓質疑者 60多歲的南京異議人士孫林 上週末一遭警察殴打致死 她的家屬被控制 質疑孫林死因的活動人士 也遭到當局施壓 據瞭解 孫林出事前幾天 轉發了舊金山APEC會議期間 海外大規模抗議中共的視頻 並表示 南京國寶可能會去找她 11月21日 中國民主運動義工陳力群在社交平臺X上發帖說 浙江省杭州市的異議人士鄒薇昨天深夜被抓 並表示 周圍日前為南京異議人士孫林的冤死 舉牌發聲 在另一篇帖子中 陳力群還透露 江蘇環保人士吳立宏 11月21日也突然被武溪市公安局警察帶走 吳立宏也質疑孫林之死 尋求真相 孫林是南京著名異議人士 上週五 長期監視她的警察上門後 鄰居聽到屋裡傳出打鬥聲 孫林受傷後被送醫院 之後死亡 她的妻子和女兒遭到警方控制 被威脅對外噤聲 20日 孫林的親屬仍沒獲准看到遺體 但醫生稱 孫林入院時 依附已被撕得亂七八糟 孫林的好友旅居澳洲的異議人士孫立勇 在海外爆料孫林案件 國保也找上了她 他們有關機構吧 跟我講說 說那個進到孫林家以後 然後反正就吵起來了 然後就互相就發生了肢體衝突 他們的意思就是說 孫林也有責任 那孫林肯定是被打死的 你全一幫二三十歲的小伙子 打一個將近七十歲一個老頭 問到金打 孫林的突然去世 在海內外異議人士 人權團體中激起強烈質疑和譴責 20日 孫林的友人黃金秋、吳立宏 周薇、閃愛宗、顏忠良、莊道賀、李青等人 發佈至南京當局的公開信 呼籲追究責任 公開真相 但是孫林這事情呢 惡劣到什麼塊上呢 現在又生了極了 現在直接上門就殺人了 這個真是到了無以復加的這種地步 這個事情是一定要追究的 像這樣從進門來上門就打死人的 這樣的事情發生的話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我真的是非常的憤怒 這個真的是要以此局 就是全世界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組織和機構的重視 也許應該受到強烈的詮責 孫林曾任南京今日商報社專刊主編 博訊網和無國界新聞自由記者 筆名節目 她多年來從事維權活動 撰寫維權報導 多次被捕入獄 2020年底 她出獄後 長期遭國保限制自由 無法與友人見面 而這次國保突然上門找孫林 被認為可能和她轉發最近海外 大規模抗議中共的視頻有關 到了APEX期間舊金山一些抗議的那個畫面 什麼圖片 聽說是她做了這個事情 所以被他們上門勾打了 另一位友人李青透露 前幾天孫林還幫自己剪輯了一些民運人士 在舊金山市開會的視頻 而且孫林前幾天也在一個群裡說 也許這幾天南京國保就會去找她 前大陸資產管理公司首席合規官梁少華律師認為 西方國家不能再只顧做生意 對中共採取綏靖政策 我覺得在歐美的這種畫面之法 就越來越猖狂 無國界記者組織發文 對孫林之死表示震驚 該組織亞太部主任塞德里克阿爾維尼亞表示 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謀殺案是中共政權偏執的直接後果 這種偏執導致其領導人把每一個獨立媒體或記者 都視為國家的敵人 因此使他們面臨系統性的報復 他們敦促國際社會向中共政權施加更大壓力 使其停止對新聞自由和信息權利的無情打擊 下面我們來關注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湖南農業銀行前員工龍健五 起訴中國農業銀行總行違反勞動合同 單方面解除勞動關係 案件11月21號在北京東城法院公開開庭審理 中國大陸各地的銀行下崗職工前往彭廳 目前 庭審結果還不清楚 吉利省宋元市的出租車司機11月22號集體罷工 數千輛車聚集在宋元市南高速路口附近 抗議車輛無法過戶 也不能買賣 雲南異見世人王藏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4年 目前正在雲南第二監獄服刑 11月22號 王藏的妻子王藏與友人一起前往探視 但預方告知 因王藏在推特上發了王藏在監獄的情況 和接受了媒體採訪 王藏被停止會見3個月 親聽電話也同時被取消 山東省賀澤市聚野縣大屯村的大批村民 11月20號到市政府門口集會 抗議政府拖欠拆遣補貼款和遲遲不交付安置房 河南網紅夫婦亮亮麗君 應買中鄭州融創城爛尾樓 上門追討建商曾承諾要退還的2萬多元時 遭到售樓部人員圍毆並搶走手機 事件經過網友廣傳後 立刻引發廣大民眾的關注 網友感嘆 買房難 住房難 維權更難 中國還有2000萬套房子沒有解套 這條路如何走下去 中國房地產爛尾樓情況嚴重 各地出現業主集體維權事件 去年以來 鄭州90後的小夫妻亮亮麗君 拿出多年的積蓄 買了融創預售公寓房 幻想著未來擁有的美好生活 哪知道現在不僅面臨爛尾的風險 售樓方還遲遲不對現 此前所承諾的2萬元人民幣獎金 2021年下半年至今 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上百部的短視頻 從一開始展現只要兩個人一起努力 齊心協力 房子車子這些東西都會有的 直到2022年5月 融創陷入財務危機 他們的購房記錄變成艱難的維權之路 經過幾個月的持續維權 他們的上訪還是沒有得到結果 11月15號 亮亮力軍兩人在融創維權 甚至遭到肢體暴力 不僅遭到毆打 拍攝現場毆打畫面的手機還被搶走 這段視頻上網後 立刻引起廣大民眾的關注 他們的遭遇引起大家的共鳴 最主要是反映了這個當代年輕人積極努力 想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生活 而在打拼過程中又遇到了一種殘酷的現實 從憧憬美好到被打壓 被迫去維權 這個過程其實是整個社會不從層面的一個縮影 所以大家看到了他們這種經歷呢 很多人感同身受 其實很多人呢 在轉發或者是給他留言啊 引起整個社會的共鳴 其實是整個社會的一個宣洩口 應該說是這樣呢 在這個社會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其實人人都是受害者 在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各方面的這個傷害 而他們可能也有的也在維權 或者有的他也沒有辦法維權 啊 黎君的手機不知道被誰拿走了 亮亮立君遭毆打後的視頻被刪除了 11月20號 兩人在視頻裡不斷重複 給我一個交代 緊接著 立君將他亮亮的嘴用交代貼住了 似乎想表達有話不能說的無奈 現在整個中國是這樣 在互聯網上稍微寫點東西 可能你的微信就被封掉 你的微博被封掉 那麼在這種情況 有的甚至於你寫的稍微激烈一點 那麼當地的公安啊 或者是國保啊 都會來直接上網找你 甚至把你抓進去 關進監獄 爛尾樓危機發生後 有些業主也嘗試要抵制繳納月工 和去信訪辦上訪 經過幾個月的努力 他們仍然沒有得到答案 房子持續爛尾 但買房的錢還是得繳 以前我也很幼稚啊 我認為中國也是有法治的 你遇到的一些不公的事情 你可以通過法院 你可以通過政府這個信訪辦來維權 其實這些部門所有的設置都是欺騙老百姓的 我就是一個維權者 我離開中國的原因也就是這個原因 當你遇到了這些事情 當你成為一個訪民的時候 你經過了這樣的一個維權的階段 你就會突然發現 這個通道是根本是一個 自取無有的一個通道 它只是一個掛名而已 從買房難 住房難 維權更難 甚至被禁言 他們反映了中國現在一個現實 就是你想通過努力 你做一個正常的人 在一個社會生存是非常難的 你作為一個平民百姓 想在這個社會獲得一個好的高質量的生活 或者說能維持一個基本的人的一個狀態 去生活的話都是非常難的 11月22號 亮亮麗君夫婦在短視頻平臺 發視頻稱決定回老家 網友們評論說 看來解決提出問題的人 最體面的方式就是讓他們回老家了 一聲嘆息 可惜他們還要還房貸 這代表著一個時代的落幕 現實便是如此的殘酷 他們來了 他們又離開了 《九評共產黨》一書問世後 引發退隊、退團、退黨的三退大潮 在《九評》發表19周年之際 大陸民眾將自己寫的詩投稿到退黨網站 聲援4億2000多萬人退出中共組織 北京的初臣寫道 《九評》一出驚人醒 迷茫之中有神柱 任清邪黨實本質 退出邪黨是出路 大法弟子做義工 爭先恐後 把人救 世人不要再迷茫 任清時局早自救 4億勇士已退出 邪黨政權不穩固 不做邪黨犧牲品 那樣實在太糊塗 末法亂世人心多 迷在仕途不知故 世人都來促三退 產出邪惡天與清 北京的童心復詩《九評神威十九年》 天滅中共石化定 九評劍集朱邪玲 邪教本質畫皮街 殺人醉時舉世驚 神筆紅篇十九載 中華四億大覺醒 全民三退洪潔潔 洪潮清復新與興 好的 觀眾朋友 我們這一期的中國禁聞就到這兒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再會